2024總統大選有望呈現四強鼎立的局面 根據林傳媒20號釋出的最新民調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結果 民進黨的總統參選人賴清德的支持度是42.52% 而民眾黨的總統參選人柯文哲是24.23%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是22.25% 而至於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只有6.58% 可以看到其實柯侯的民調依舊是相當的接近 但是再過100多天就是總統大選了 民進黨的總統參選人賴清德彰化縣的競選總部 落腳的地方就在彰化市中央路120號 而由於彰化縣是六都之外的百萬人口大縣 在歷屆的總統大選中扮演關鍵的搖擺州角色 賴清德多次在彰化造勢的時候就喊出了 彰化贏台灣就贏 因此他特地在這個地方布局 20號上午已經正式啟用 而由於近期巴西彈的爭議延燒 農業部長陳吉仲是首當其衝 也傳出了相關的爭議 恐怕會波及到賴清德的選情 另外呢 柯文哲可能會被影響到的地方是 先前他被爆出了新竹老家有違建 而柯媽媽在16號的時候呢 已經自請拆除工人來拆除違建 另外呢 侯友的部分呢 他其實呢 主要的是出訪美國時呢 他也特別有回應了國內的進口彈爭議 但最後呢看到了郭台銘 根據最新統計 他是所有總統的參選人當中 聲量最高的 總計呢 是來到了25萬多比 而聲量的最高點呢 就出現在了9月14號 又是郭台銘宣布副手人選的這一天 聲量高達了10萬多比 而另外呢 其實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也透露了國民黨內的民調 我們可以看到呢 侯友宜他表示了跟柯文哲是相當的接近 略為領先保持第二 他們也試著做一對一的民調 無論是侯友宜還是柯文哲 他們表示都穩定的領先賴清德 周圍倫也特別提到了大部分的民調 侯友宜都是往上升 很多都是第二名